这皇上说这人是苦虫不打不忠啊 这关断十条路 哎你们得给他上行啊 这一听啊皇上说上行 这大人们心里啊算有主心骨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么些天以来呀 他们就一直没敢给这个陈德上行 那原因是什么呀 他们就怕这个陈德呀挺行不过 好这个朝廷的侵犯在死了 那你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一转眼呢 五一节可就过去了 小张架嘛 蹭愣一下子 这一睁眼呢 该上班了 哎不过您别着急 您呢踏踏实实的上班 我踏踏实实的给您讲故事 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这五月节的粽子就摆在您跟前了 沾这个楚国上大夫屈原的光啊 咱们是又歇两天 再往后啊就更别着急了 这八月节的月饼啊 国庆节的团圆宴那是紧挨着 总之啊 咱们这假期啊 还多着呢 得嘞 咱们几句闲言勾开 继续讲这北京城 神武门内啊 嘉庆遇刺案 上文书啊 咱们正说的 这嘉庆八年 嘉庆皇帝从圆明园 回紫禁城 在这个神武门以理啊 中了刺客的埋伏 一百多大内侍卫啊 好家伙的嘞 吓得呀 是个个不敢上前 还好啊 有这么八个人 其中就包括这皇上的亲侄子 定亲王绵恩 还有啊 他的亲姐夫 孤伦俄夫 拉望多尔记 带领着四名侍卫和两名护军呢 一起冲上去 这才把这刺客制服 那既然逮着了 就是审吧 这皇上啊 是官不信之刺客 是个人行为 刺亡杀架 好家伙 又在这皇宫的禁地 背后啊 一定有人主使 肯定啊 还有同党 按说呀 这类案子 虽然是天大的事 但是啊 顶天了 也就是交给刑部的堂官 让这个刑部啊 设堂审礼 可是皇上不放心呢 皇上又命啊 让军机大臣 会同刑部 是一同审礼 为的就是啊 怕这个背后啊 主使之人 权力过大着刑部的官员呢 在审礼过程当中啊 畏首畏尾的 哎 他伸不开拳脚 让这个军机大臣呢 和刑部堂官一同会审呢 这就跟皇帝亲临御审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啊 能在军机上行走的 那都是这朝廷上 一等一的大员 一等一的红人了 这玩意不能怠慢呢 皇上旨意都下来了 哎 润二月二十一日 刑部大唐是开审此案 这刑部的大唐啊 按说是这大清国 办理此类刑事案件呀 最高法庭 在这当差 他再是上差 也得分是快撞造三班 哎 这个什么叫快撞造啊 今儿咱们时间不富裕 哎 咱们哪天啊 讲刑御的时候 再细聊 三班牙也排在两旁 那大人声唐 哎 今天这唐上可不是一位大人 主审大人啊 是落座中央 两边呢 上手位上啊 是军机大臣 下手位上呢 是刑部的三位主事 一个上书啊 两位侍郎 这上面坐的呀 哎 最小的二品 最大的官啊 红顶子 无装莽服 王爷 刺客被带上唐来以后 这几位大人一看呀 这刺客呀 中等身材 年龄四十岁开位 这个往脸上看啊 这个四方大脸 微胖 是个很壮实的汉子 要不然啊 单凭一把牛耳尖刀啊 他也不至为八个人 差点压不住他 不用费劲 这上唐之后啊 挺痛快 就招了 那么说啊 这刺客他姓什么 叫什么呀 哎 这刺客呀 他自己说了 他叫啊 陈德 哎 当然了 也有这个文献记载啊 这个人他叫陈岳 今年啊 四十七岁长 这祖籍呢 就是本地 哎 是这个京师人士 这问起他的身份来啊 哎 挺特殊 哎 这个人呢 他没身份 他怎么能没身份呢 哎 他户籍上是怎么写的呢 哎 他户籍上写呀 他是奇人 还是上三奇 满洲湘黄奇人 不过呀 这身份太尴尬了 我不说呀 您不明白 他的父母啊 是弃奴 那什么是弃奴呢 就是这个奇人呢 买来的奴隶 被冲到八奇当中 那么他们怎么就入了湘黄奇呢 因为他们的主子呀 也就是他们的买家 就是湘黄奇 是谁呀 是山东青州海房的同志 湘黄奇人 香黄奇人叫松年 这奴奴啊 分两种 红白契呀 这红契好理解呀 就是经过这个官府认可的奴隶买卖交易 上边啊 盖着这个官府的大印 哎 白契呢 就是只是双方啊欠字画押而已 实际上啊 有了纠纷之后 这两种契约呀 这官家都承认 只不过呢 这个白契呀 你得补交税款 哎 但是只要其人你要买奴隶呀 你就必须申报给该管左领 这样呢 这个奴隶呀 就成为你的户下人 哎 就是你们家的褒医了 这陈德呀 他父母 虽然是褒医奴才 但是啊 他不是 因为啊 他不是这个家生子 他父母啊 到松年家为奴的时候啊 这个陈德呀 虽然没有成年 可是已然不小了 这样呢 他就没有这个卖身器 在这松年手里攥着 所以说呀 这个陈德的身份很尴尬 他算是其人里边的 令计党案人 首先你呀 不是褒医 没有主子养着你 其次呢 你这种人呢 永远也调不上甲 为什么呀 因为正身其人的 这甲额啊 还使不叠性呢 哪就啊 这轮到你们这些 令身其人了 再者呢 他是半路入齐 开国的时候啊 这个其人的所有封地 和这个分发下来的棋地呀 也没有你的 所以说呀 这种棋人指什么吃 是个大问题 哎 过了很多年之后啊 陈德的父母啊 双双亡固 于是啊 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 儿女 还有啊 自己的老丈母娘 一同投靠了 在京城的外甥 叫江六阁 这江六阁是干嘛的呀 江六阁呀 是整白旗的汉军 这会儿啊 他是整白旗的护军 哎 他关着这个护军马甲的响 一个月呀 大概其有四两五两的 然后呢 每年呀 还有好几千斤的粮食 于是啊 这陈德呀 就投奔他了 要说这陈德呀 他不是白混的 他有手艺啊 按说是能养家 只不过呢 他是碍于齐恩的身份 这齐恩呢 是不让到外边去找私活干的 于是呢 他也只能啊 在齐恩家 做仆役啊 打断工啊 总之啊 他现在的身份啊 就是一名闲散俗辣 他到了北京之后啊 他发现啊 这个自个儿的外甥 无非也就是一个大头兵 于是啊 还得找活干 他先是在这个 侍卫彭武部家 然后啊 又到这个兵部 比帖市 庆臣家 做奴仆 还在啊 这个内务府 比帖市 于兴家 内务府 包衣管领 达场锁家 分别做过这个 长随奴仆 后来啊 就到了一个 欺人家 叫孟明的家里啊 做了五年的厨子 这日子呀 过得紧紧绷绷 不过呢 还算呀 能维持 这个陈德呀 就靠着他 有这门啊 厨师的手艺 勉勉强强的 维持家里边的生计 大的小小啊 他一共啊 得养啊 这么五口人 俩儿子 媳妇 外加特的老丈母娘 可是啊 天有不测风云 这人活着呀 他就是这么的 不顺序 哎 就在这一年 哪一年啊 嘉庆七年的头上啊 媳妇死了 那媳妇啊 就张势 要是这病啊 病得也有年头了 吃药啊 看大夫 都没少花钱了 最后啊 还是没保住命 一命呜呼 那是去聊 这老天爷呀 也是够不开眼的 怎么说呢 哎 这陈德呀 八十岁的月母 在这当口啊 哎 还摔残了 瘫痪在床 这陈德呀 下了差事之后啊 还得回到家里边 给这个丈母娘啊 抓屎抓尿 再带着两个 未成年的孩子呀 哎 这陈德呀 这日子过得 别说有多颓了 当块呢 就喝点酒啊 哎 给自个儿 结结心块 可是喝酒这事啊 还被他的主家 孟明知道了 这辞退了 不要紧呢 首先说呀 是没地住了 于是啊 这陈德又不得不 搬回到这个 外甥家居住 可是到了外甥家 一看呢 好家伙子呢 这个是一大家子呀 拾了口人 挤在一间小房里 别说呀 接待他们四口 哎 还有一个 贪婚的丈母娘了 就是来了客人呢 都没地儿坐 这陈德呢 又只好够帮 求到自个儿的朋友 哎呦 东华门外 黄武福 这黄爷呀 也是一位奇人 这家里呢 整有一间控房 哎得了 召集一下这个朋友 于是啊 就让陈德这一家老小啊 搬到那间控房去居住 那既然有了地儿住 那就继续谋差事吧 谋差事啊 哪那么容易啊 一来呀 是陈德做菜的手艺啊 是着实一般 二来呢 这喝酒误了事 早在呀 这京城奇人圈里传遍了 哎 这名声啊 算是臭了 工作自然就不好找 自打过年呢 到这个嘉庆八年二月份的时候 这陈德呀 他一直就闲着 这想想啊 这家里头啊 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岳母 还有两张啊 等着吃饭的伴的小子的嘴 这外头呢 不但没有差事啊 还有一屁股两肋的罩 哎 看样子 这日子是没盼头了 于是这越想越窄 这陈德呀 就想自杀 不过呢 陈德也想了 自个儿不能这么着呀 不白不黑的就死了 探子嘛 怎么着呀 也得做点惊天伟地的事 才对得起呀 这父母一场的生养 那干嘛呀 哎 次王杀将 于是啊 就才有了这神武门外的 一场大戏 这利不堂官和军机大臣呢 把这个陈德的口供啊 给皇上承报了以后啊 这皇上呀 气得只不愣脑袋 跟这些大臣说呀 你们信吗 就这么简单 一个普通的厨子进德城来 就刺亡杀架了 这大内进卫森严 他是怎么混进的这个神武门呢 有没有内应 有没有外援 你们都没问清楚吗 这几位大臣说 皇上他再问他 他就不言声了 他这皇上说 这人是苦虫 不打不忠啊 这关断十条路 哎 你们得给他上行啊 这一听啊 皇上说上行 这大人们心里啊 算有主心骨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么些天以来呀 他们就一直没敢 给这个陈德上行 那原因是什么呀 他们就怕这个陈德呀 挺行不过 好 这个朝廷的侵犯 再死了 那你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这皇上一说上行 那好办了 甭管这满清啊 是几大酷刑 咱们呀 就给他使上呗 于是什么叫加棍板子呀 什么叫竹签的丁辣椒水罐呢 就全给这个陈德呀 使上了 这一打不要紧呢 这陈德还真又有了招供 他说自己呀 曾经做过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呢 穿着龙袍富贵的样子 陈德一想啊 这袍子是黄的 那这玩意儿 单从那个色上看 那主柜呀 于是他就觉得呀 他一旦要是杀了皇帝 那肯定啊 自己就有一不好运 就在八月二十这一天 这陈德就发现街上啊 有人呢 用这个黄沙电道 净水泼街 哎 他是奇人 他懂啊 他知道啊 这会儿啊 肯定是皇上 要从圆明园回来了 临时起义啊 就起了这么一个 刺亡杀架的念头 再往下打呀 哎 又有招了 他是怎么混进 这个神物门以内的呢 他说呀 我在这个内务府 比帖是于兴他们家 还有这个内务府包衣管领 达偿锁家 这些主子身边啊 都做过长随 所以说跟着进宫啊 那是长事 他知道啊 这混进神物门 混进外巢啊 并不是一件难事 哎 当然了 要想进大内 进这个乾清宫 那肯定是没戏 于是啊 他在混进神物门 哎 躲在这个直房的一侧 刺激行刺 那么他说这事可信吗 哎 可信 不过呀 要是据我看呢 没有个把熟脸啊 他是混不进神物门的 可是呢 有没有熟人接应 或者熟人放行啊 这个陈德可是真没招 如果说呀 他的招对是真的呀 那么还算他对得起朋友 其实关于陈德 是如何刺亡杀架的 故事版本还有很多 那过于离奇的 我就不给您从这讲了 您呢 去翻翻这野史大观呢 哎 上面啊 还有很多的不同介绍 那么光有这些个招对 这皇上和这些满朝的成功 就罢了了吗 他们呀 当然觉得是不可能 这皇上心里觉得 这陈德很有可能 是这两种人的其中一种 一呢 是这白连教的余孽 这种说法啊 他可能性有 但是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陈德他是奇人 他怎么就能轻易的 信了白连教呢 但是为什么说他也有可能呢 关键是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呢 谁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都可信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清酒红人面 彩白动人心呢 再者来的这皇人认为啊 最有可能的就是这陈德呀 他是这个和珅的鱼党 不过这和珅呢 已然被刺死了三四年了 仍然为了甩锅呀 跟他撇清关系 避之唯恐不及 谁又会顾兄主动的往前冲呢 那为什么说是顾兄 不是陈德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哎 这陈德关键呀 他也配 这和德人活着的时候啊 高山扬指 这陈德呢 小钩蛤蟆 哎 他不是一个交际 就在这个审案最关键的当口啊 这嘉庆皇帝突然下旨 不审了 就此结案 那这是为什么呢 您要想知道为什么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感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拜拜